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务处使馆科负责的部分 我想使馆科负责的部分就是针对我们这一个公共建筑物 无障碍空间的一些相关的联席审查相关的一些作业基金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也是中央有要求必须 虽然说额度很小 但是必须还是要成立基金来去做正常的一个运作 那这一个部分我们国务处的部分是原来是单列一个特别的基金 但因为规模太小 后来审计是要求我们是改为所谓的一个简单的 单位预算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基金 那规模大概只有13万多这样子 这个部分是先跟余议员报告 那这个是属于我们无障碍空间要推广这一个政策的一个作业基金 谢谢 所以公务处处长的意思是说 每一年这个基金大概只有13万元是吗 好那我请问一下目前在新竹县市 新竹县的各乡镇的乡公所跟镇公所的部分 您知道有哪些地方还缺少无障碍设施吗 请公务处回答 好谢谢余议员 我想说这一个部分 因为我们每年大概都会请邀请这个专家学者 我们都有聘委员会嘛 那邀请这个建筑师啊 还有本身身上人士这一些 请他们推派代表 那成立这一个委员 那我们勘检的话 大概都会请这一些委员来协助 那目前我知道 当然这个也是余议员特别关心的部分 就针对这一个伸脏电梯的部分 那现在目前我们琼林相公所的部分 因为它建筑物非常的一个老旧 在增设的部分 这个那个没有办法针对这一个伸脏电梯的部分增设 但是他们有提出一个改善的方案 就是针对这个无障碍专用服务台的一个建立 在一楼的部分 等于说身上人士到该所去申请相关的一些 或者询问一些事项的话 他可以不用到其他楼层 只要在一层就可以 那现在目前这一个建议啊 他的改善的方案是要提我们下一季 就是这一季啊 第二季的那一个 伸脏会议委员会我们会来审查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竹东正公所也是因为建筑物老旧 有没有 那他的一个伸脏电梯的部分有没有 我们大概也是会 最近会请委员会来做一些勘检 包括建筑师啊 看看在哪一个地方再来增设会比较适当一点 好感谢公务处长的回答 那我认为 希望听听看杨县长的意见 就是在未来这个基金是否可以 针对他收入的来源 跟现在公务 不是说今天我提出了 大家才来改善 而是在新竹县政府的公共建设里面 本来就应该要包含这个部分的改善嘛 我希望以后是由杨县长跟公务处长 自己去检核 像刚才公务处长讲的 真的有请人家 请专家学者 去评估过后 再让我们的生脏的县民 也可以一起去开会 也可以享有这个公共建设使用的权利 谢谢 请杨县长 坚定未来四年 任务处市族群的政策 还有我们的公共建设方面 要重新检讨 谢谢